它是醬子的餅乾 然後上面有醬 Gerry 這個好愛喔 好好吃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我們前陣子在 小北百貨 挖到的 東南亞的零食啊 一整區全部都是東南亞零食 泡麵啊 飲料啊 什麼的 都有 其實很多寶可以挖欸 那我們就來開箱這七款東南亞零食 到底好不好吃 來 玉米脆片 19元 它超便宜欸 對啊 19塊 吃吃味 好濃喔 這個形狀的叫玉米脆片 很少見欸 這個是那種圈圈 後圈圈 你知道 沒有吃過的味道 它裡面是這樣一顆一顆圓圓的 然後有點像鼻管麵 那個粉蠻多的欸 然後它是辣的起司 可是超級香欸 還蠻特別的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也是屬於那種 越吃越刷水的 然後咬一咬的話 它的奶香味是很重的 好喝欸這個 奶油起司味 辣椒奶油起司味 沒有很辣 很微一點點而已 起司捲心酥那種 威化餅的味道 類似那種 好吃欸這個又便宜又好吃 很濃郁喔 這個玉米脆片給它分數是 7 大概疊5 蕃茄風味薯條餅乾 29元 可能跟卡迪辣很像嗎 應該是同一個東西了 但它好像不是中空 就是打不開 細根欸 好細喔 好香喔 那個蕃茄味甜甜的炸出來 是蕃茄醬本人的味道 它是這樣子的 超細的 很像真的炸薯條欸 蕃茄醬味道好濃喔 摔起來很像塔迪娜 它那個馬鈴土味蠻弄的 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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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泡粉我覺得更贏塔迪娜一點 它更酥脆 可是我覺得它如果再粗一點 感覺會更好吃 不然就是一次吃兩三根 應該也蠻爽的 我剛剛就吃兩三根 真的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它的蕃茄味其實沒有味道很濃 但是很香 然後帶一點點酸酸的味道 蕃茄醬的那個酸味 我喜歡它最後留在嘴巴裡面那個馬鈴薯的香味 我喜歡它咬下去那個口感 其實酥酥的 可是又捲了有那種馬鈴薯綿綿的感覺 對 超好吃 那個可以買 這我要再去買蕃茄風味薯條 給它分數是 八分 九分 我覺得很救命 太喜歡了 炭烤牛肉風味洋芋片 29元 這是比較不同的口味 台灣也是有洋芋片 炭烤牛肉蠻常見的 是嗎 它洋芋片超脆的 對 它小小一個 這個程度看起來比較像是地瓜餅 地瓜片那種感覺 很硬耶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感覺比較像更硬一點的品客 跟樂士那個盒裝的蠻像的 樂士它有出什麼雞汁啊 海苔 然後用紙盒裝長長一條 它比較像罐裝的 對 不是這種包裝的 跟它很像 摔碎的樂士 對 因為它的味道還蠻好吃的 但就是蠻常見的味道 就不錯啦 普通 就一般洋芋片常見的味道 也許牛肉口味洋芋片 加分數 六點五 六分 奶菊香蔥風味洋芋片 29元 這個就成常見了 對 我剛剛才發現 它封面上又有說 它的洋芋片 就是這種六角形耶 喔 它原本就不是圓的 對 對 這個更硬 就更硬了 對 它吃起來有點像品客 可是沒有品客味道濃 我覺得有一個油的味道 它味道真的跟品客很像耶 它這個真的零品客還硬蠻多的 很脆更脆了 我吃到會不會有一點點淡淡塑膠味 就是那種油泡味 我覺得有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奶菊 洋蔥的味道也不重 就蓋不掉 還好 剛剛沒有比較好吃 奶菊洋蔥洋芋片 你給它分是不是 3 4分 厚醬起司蘇打餅 39元 這個我最近好像才剛吃 超好吃 加新的嗎 應該是它 沒錯 試試看 它看起來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耶 它是一片上面有醬 它是這樣子的餅乾 然後上面有醬 它蠻多的 真的很厚 然後另外一面有一些糖粒 糖粒 你測就這個嗎 那我好像吃它 很淡 這個我喜歡 它的起司是甜的起司 然後餅乾超酥的 餅乾很像是那種 比餅等級的那種餅乾 很棒 很好吃 蜜蘭糯還是什麼 我剛剛也在想到蜜蘭糯 會有那種 有一個沾糖的那種 麻雀加的餅乾 這個好好吃喔 這上面的醬也超好吃 很濃 然後嚼起來就是甜甜的 我本來以為它是蘇打餅乾 但它不是耶 它好好吃喔 蠻少好吃的 而且它 越吃越帥氣 你知道它有 可是吃起來不會有感覺 它餅乾這樣搖下去 有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 是不是會代表很油 對 這個好棒 上面有灑糖 然後又有灑起司 真的是太好吃了 Gerry G.E.R.Y.這個 好愛喔 好好吃耶 它說它是蘇打餅耶 很好吃耶 很不像蘇打餅 因為蘇打餅有一個健康的感覺 來這個後降企是蘇打餅 給它分是不是 9.5 至10 好 10分了 差不多啦 它最近滿分了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買一次看 這個好好吃喔 蛋皮花生豆 39元 蛋皮花生是什麼東西啊 喔 真的 好香喔 這個是不是去泰國必買的那種豆豆 感覺很像耶 就那種外面裹了一層面皮裡面的花生 很酥 這個叫蛋皮花生喔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耶 我就只知道它很好吃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就是它 看起來我不太吃花生 因為很油 很油膩 而且花生比較容易長痘痘 這個很好吃 你吃完之後 你可能就會冒痘痘 你的負擔感很重 我就吃一兩顆我就停了 這種是不是還有那個 哇沙比的啊 哇沙比 或是夏威夷豆的感覺 對 好像很多 都很好吃 可是很肥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以前吃過的味道 對 原來我們就是不知道它的名字 嗯 對 蛋皮花生 給它分數是 6 6.5 香蕉脆片 119元 香蕉脆片 為什麼熱量這麼高 對啊 是因為它很大包嗎 它真的是裝的滿滿的 滿到這裡耶 嗯 八成耶 但這個包裝是蠻常見的 而且好像蠻有名的 好像以前去菲律賓 還泰國會買包 必買 是那種伴手禮的 對對對 所以香蕉本人 就是每一片香蕉上面都是 那種 有糖 有糖的 然後很脆 超級脆 可以當沐魚 哈哈哈哈 喔 好硬喔 好像跟我以前吃味道一樣耶 那個東南亞伴手禮必買的那一款 一模一樣 然後香蕉味超重 那有一些甜點店啊 會出什麼香蕉巧克力鬆餅 它上面會放一些香蕉脆片 其實很多都是這一種 用它嗎 對對對 很好喝 而且它香蕉味很濃很香 越吃越香 又不會過甜什麼的 讓你有負擔 刷水一直吃 就很刷水 如果要吃好像稍微健康一點的話 就是買那種沒有果糖的果乾 嗯 我有推薦大家買這個啊 可以回家加優格 我覺得會很棒 加上菜片我們給它分就是 8分 9分 欸咪咪我們還需要選嗎 不要吃到嗎 就是它 就是它 沒錯 贏定滿分的東西 這個起司餅乾超級好吃耶 超級好吃耶 超級好吃 它現在是東南亞餅乾裡面 我吃過最好吃的 嗯 好棒喔 狂吃耶我們 挺不下來 這張男人一定要去買 如果還有別的地方 有賣更大包裝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嗎 想要再去買 那喜歡這影片 記得幫我們喜歡 記得我們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錄影這影片 留言告訴我們 隨便幫我們 想支持我們的話 可以加入頻道片咯 下午後見 掰掰 如果還不知道瑤瑤 為什麼穿成這樣子的話 我們之前有一支片 可以去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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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哈哈哈哈